大家好,我们在养桂花想要做繁殖的时候呢,都会用枝条来扦插 但是呢,用枝条扦插呀,它生根的这个时间呢,非常长,动辄一两个月,两三个月 那么因为时间非常长,我们这个成活率呢,很难提高 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有效的提高它的这个成活率呢 那么我呢,就使用上了这样一个装置来给它进行扦插 这样一个装置呢,非常的简单,我就是呢,用了两个这个透明的塑料碗 然后呢,在里面加上了这个制石,为什么加制石呢 因为制石非常干净,不容易感染病害,而且具有非常好的透气保水性 可以起到一个保水保湿的效果 然后呢,我们用上制石之后呢,再来把这个枝条啊,扦插在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刚开始的话呢,我们可以先给它喷湿一次这个杀菌剂 杀菌剂我当时用的是这个乙座多菌磷 它是一种广谱性的杀菌剂,然后稀释1000倍给它进行一次 喷湿之后呢,就用上这个塑料碗,把它盖住 然后呢,做好这个保温,保湿的工作就可以了 这个装置的话呢,不仅可以保温 而且呢,它的这个保湿效果非常的好 大家看,里面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水器 那么这样放置之后呢,我基本上这段时间呢,都没有管过它们 只是平时的话呢,观察一下,看它里面有没有任何发霉的迹象 如果有发霉的话呢,就再来给它喷湿一次杀菌剂就可以了 现在呢,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那么我就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现在的这个生根情况怎么样 那么我们首先呢,先把它拔出来 这个的话呢,虽然还没有生根,但是呢,已经长出了这个预伤组织 因为这是脑汁啊,所以呢,它的生根速度会比较慢 再加上呢,我是冬天牵插的,所以呢,生根速度呢,就更慢一点了 然后呢,这些也都是长出了预伤组织的 大家看,这一个的话呢,预伤组织就非常的明显 这一个的话呢,效果更明显呢,已经长出了两条这个新根出来 新根的长势呢,还是非常好 因为呢,这一个是嫩织,所以呢,发根速度会相对快一点 其他的几根脑汁呢,都是长出了预伤组织,但是还没有发根 那么,虽然这些脑汁没有发根,但是呢,新枝呢,已经发根了 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春季,它还生长旺季 相信呢,过不了多久啊,很快这些脑汁啊,也能够发出这个新根出来 所以呢,我们采用这种装置,拿来扦插这个桂花呢 其实还是非常有效的,不仅能够保温保湿 而且呢,基本上啊,不用怎么管 它很快就能够长出预伤组织,很快就能够发根 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还不急着移栽 因为呢,有一些没有发根,有些根呢,就算长出来还比较弱 我们呢,先让它发根,让这个根系啊,长得比较多 比较旺,比较健壮了,我们后期呢,再来进行移栽 而且移栽的话呢,我们最好就是选择在它的这个生长旺季来进行 移栽之前,我们最好就先让这个千叉苗啊,能够慢慢慢慢的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先 我们刚开始是用这个盖子把它套住的,我们不能够一下就把这个盖子把它测开 我们后期呢,先慢慢慢慢的给它,呃,适应这个新的环境 然后慢慢的把这个盖子测掉 后期呢,再来给它页面喷湿一点凝砖,二勤甲来增强它的抗性 我们再来进行移栽就可以了,这样成活率就特别高了 所以呢,我们在千叉繁殖这个桂花的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采用这样一个装置 然后呢,采用我说的这些方法来进行千叉繁殖 这样啊,后期呢,我们基本上不用管 很快它就能够成活生根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